不過當然我們看到 除了失職政見以外 能不能夠吸引選民很重要 包括青年族群在內 但選戰的公司 似乎好像無法避免 叫攻擊的手段 最近又傳出一些 像國民黨所謂的PK小組 傳出說柯文哲有小三的說法 甚至還指控他說 他有研究經費的洗錢 疑慮存在 不過當然柯正寅也都有反批說 小三這說法是污蔑 他也說這研究經費的問題 是制度性的問題使然 所以這樣看起來 是不是對柯文哲的形象 會造成衝擊 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不知道綜藝怎麼樣 就是說一個人假如說 一個候選人假如說 你已經足以他 但是他被說有小三的話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改變投票 給他的那個想法 重點問題還是在於事實 對 就是說事實存不存在 除非你能拿出一個證據 但是他有沒有好處 就是這樣的抹黑戰有沒有好處 我必須看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綜藝你應該也看過很多的選舉 你有沒有看過任何一場選舉 從頭到尾都很乾淨的 就是我講我的證經 你講你的證件 負面選戰難免 對 都不可能 就是說我們知道說 什麼叫為一個候選人加分 第一個 我能加分 那也是加分 第二個 我能讓你減分 比如我們兩個對手 我能讓你減分 這也是一個加分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減少自己的失分也是加分 還有一個就是 我讓你的失分變多 那也是加分 相較之下 對 相較之下 這個是比較的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說抹黑 或是說這種負面選戰 打到最後一定都是這樣子 任何一場選戰幾乎都跑不掉 但是這個的話 我覺得這個選舉文化的東西 我們當然不鼓勵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會存在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覺得雙方來講也都不可避免 因為他確實是一個模糊焦點 對選舉候選人來說 是一個模糊焦點的一個好方式 對於媒體來說 這可能是一個製造話題的方式 所以難免雙方陣營都會各出其中 這是我們講的 就是說那個候選人常常說 你們媒體要我們提那種證件什麼的 我們規規矩也提證件 你們有多少人來報 對 可是我們忽然講說 誰誰誰是個什麼樣的人 什麼之類的 你們就報得很大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說 我們自己媒體可能也要檢討的一部分 這句話題操作的部分 也不能夠受制於候選人 不過相較之下我們要看到說 因為國民黨所謂的PK小組 當然是希望能夠輔選 但藉由這樣子所謂的攻擊手法 會不會反而牽連到 廉政文個人的選情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其實任何一個負面選戰 你在打出去的時候 我們就講說那個是吸傷權 你殺人10分 殺人10分可能自傷7分 所以說現在他們就是會有分工出來 不管是廉政文或是說柯文哲的陣營 都有一些分工的出來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今天看到 剛剛看到說蔡政文可能會出任 他的一個競選總部的總幹事之類的 蔡政文這個人 其實他在連戰當黨主席的時候 其實就是國民黨的發言人 他的火力就非常猛烈 他常常就是一個打好幾個這樣子 就是說連勝文他現在相對來說 他的那種給人家形象 是比較溫良恭儉的這樣的態度 被人家覺得說 跟以前的傳統我們看到的 連勝文好像口才變極 就是攻擊力很強是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背後的長輩有給他指點 就是說你不需要太去獲證 但是需不需要有這樣的存在 需要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些分工 所以說這個就是打這種 挑選戰的時候 特別要有一個人出來打 對 打這種肉搏戰的高手 就進來這樣子的團隊裡面 我覺得柯文哲那邊 相對來說當然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的陣營裡面 有非常多以前傳統上綠營的人 在裡面 這些人其實都是這一方面的高手 將來這些肉搏戰 都是不可避免的 這也是為什麼他找來姚立民 希望也讓這個顏色 不要區分那麼明顯 對 姚立民我覺得倒是除了這個考量之外 姚立民當然口才變極 另外一個考量可能就是 柯文哲可能也想要試著去了解說 藍營的人在想什麼 對 他不一定會 真的幫他吸引到多少藍營的選票 但是可能除了口才變極什麼之外 也可以幫他就是了解 藍營的人在想什麼 對 刀營的人在想什麼 對 刀營的人在想什麼